那我們看第六題 那第六題這個題夫母的話 它用到懲罰公司 那就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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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平 它其實是相加乘以相減 那稍微先寫一下 相加乘以相減 那乘上後面這個是相加乘以相減 那乘上點點點 最後也就是1加1-1 跟下面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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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漂亮的月分動作 這裡有一個另外一個方向的月分動作 所以下面這裡留下一個1 2分之1 下面這裡留下的是一個1 10分之1 所以這樣一層之下就得到1 10分之1 這樣一個答案 所以這是一個觀察力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七題 第七題它說有理數SY 滿足後面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的話我們稍作整理 這裡我們可以將它由理化一下 252提出4 變成2根號 4 6 24 63 那63其實我們可以去講 7乘9等於63 7加9等於16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因子分解 幫你畫一下 我畫銀光筆的地方它會被整理成什麼 它會被整理成 這個是9 7 63 所以是根號9加根號7的平方 這個在根號裡面有根號的時候 它有這種特性 就是它整理成這個2根號什麼的時候 裡面相乘的兩個數 相加等於前面 那就可以變成這個 那上課相信老師有提過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將它再整理一下 最後你的左式這個地方 就被整理成一件事情 叫做x加3 那這個平方跟根號可以消掉 那裡面是等數 所以3加根號7 根號9是3 根號7也就是根號7 那乘上y就是3y 再加上y倍的根號7 那這個時候請你記住 你x是有理數 y也是有理數 所以現在我畫的第一個波浪 這是有理數 而無理數 是根號7的部分 那它的係數是y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右邊 那右邊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將它整理一下 那這裡提出4 就2跟號7 那7的話 它可以等於1乘7 那1加7就等於8 所以這個可以經過整理 變成 這裡面就可以寫成 根號7 因為這是減號 減根號1 化我平方再加5 那繼續寫下來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右四 這裡平方跟根號消掉 根號7-1乘上x 所以就會等於好 這裡有個5 -1乘x 5-x 再加上x倍的根號7 好 那右四的部分 有理部是這個 無理部的係數也是根號7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叫做優理數等於優理數 所以就是說 x加3y 這個有理的部分 就會等於做 右四的有理部分 5-x 而無理數的部分 跟號7的係數是5y 也會等於它的5係數是x 所以這兩個去解連理 y等於s 再進去 所以 s加3x y等於s 再減x 就是3x 這減x1過去 是加 所以 y蓋x 進去 3個x 再加一個s.5 個s.5 所以s等於1 再上去 y也會等於1 所以我們就算出 x跟y都等於1 這樣一個結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第八題 他說 a跟b是夾在0跟1之間 如果 s是a平加1 y是2a 他問 s加y跟 s-y 可以開根號之後 相加會是多少 好 那我們可以來觀察這件事情 不難發現其實 s 就是a平加1 y就是a2a s加y 他就是a平加1 再加2a 其實這是乘法公式 最後 他就會變成 什麼東西 a加1 跨平吧 右手邊 s-y的話 就是a平 加1-2a 那他被打開之後 就是a減 1 跨號平方 那你要他們兩個相加好 那通常我們看到 有平方又有根號 就會拿掉 所以這裡會得到 a加1 但是請你記住 你是加了絕對值 所以同理可證 a減1 也是要加對對值 可是這個絕對值裡面 是要保證它是正 而a本身是0到1 所以加1還是正 所以這個絕對值直接去掉 可是a減1 因為0到1 減掉1是負的 所以去絕對值得要記得加幅 所以變成減A再加1 所以最後他的答案就是2 OK 這樣同學看懂 好 那我們再看第九題 那第九題 這個題目還蠻妙的 對不對 因為大家可以看出來 A長怎樣 B長怎樣 他問你A加B多少 其實也沒什麼好算的 其實 你就直接將A跟B 先給他優理化 那這樣上下同成什麼 根號5-2 那下面就變成 根號5平 減掉2的平是1 對不對 所以A就出來了 叫做5-2根號5 那B的話 依此類推 同成根號5加2 分母也是1 那上面的話 根號5加2 乘以根號5 就是5加2根號5 所以你的第一小題很簡單 你的A加B 我們就算出來 就是5-2根號5 跟5加2根號5 再加起來就是10 那第二題 相乘 就5-2根號5 乘上5加2根號5 就是25 減掉4 5-20 就是5 那第三題 那A立方加上B立方 這裡的話 我們就不要硬算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它可以一字分解成 A加B乘上A平 減AB加B平 那這個時候 A加B 剛才有算過是10 那A平減 減AB加B平 這個我建議你 你用A加B的平方 去減掉3AB來代替 對不對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10 那這裡叫做10的平方 減掉3乘上A乘B A乘B剛才算出來是5 所以這裡100減掉15等於85 85再乘以10 所以850 所以你就算出來囉 好 這是第9題 好 那接下來第10題 第10題 考的是一個分點公式 所以我建議同學 這裡要學會畫圖 那 題目還能很好心 一個告訴你 我介於A跟B之間 是A跟B之間 如果你的P介於他們之間 而且PA跟PB3比2 所以圖 我們大概就畫出來 是3比2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 P點的坐標 它可以用到分點公式 叫做3加2分之2 2倍的A點坐標 加上3倍的B點坐標 好 那A點坐標是誰 -5 B點坐標是7 所以-5乘以2-10 再加上3721 21-11 所以-5分之1 答案就出來 好 那如果它今天說 它不介於AB之間 卻又能3比2 好 那這個時候 這個圖要畫的時候 也要很小心 大小關係 先把它寫好 喔 太雜了 你要知道 P會比較靠近A 還是比較靠近B 因為PA比PB3比2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靠近B的答案 A的大小關係是這樣 那P如果不在它之間 那就在靠近B的外面 所以B的外面就在講這裡 所以它在講的3比2 是在講這裡是3 這裡是2 那我問你這裡是多少 這裡就是1 對不對 那我們有在學分點公式 但是主要是以內分點為主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內部的那個點是B點 它其實是怎麼來的 1加2分至2倍的A 再加上1倍的P 那你現在問我P點坐標是多少 所以我們只是把這個分母3 丟過去3B 減掉2A除以1 的關係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不一定要去背 什麼謂的外分點公式 所以把3倍的B坐標21 減掉2倍的A坐標-10 所以答案出來 再除以1 這樣解答案出來 就是31 好 那這個答案就出來 所以這一題答案成形 可以嗎 好 那再來第11題 他叫我去解出這些絕對值 的X的答案 然後我想第一題應該沒什麼好寫的 因為第一題就是國中的等級 就是說案出來 它去絕對值有5跟-5的可能性 所以S就有幾種可能 移過去6除以2等於3 或-5加1等於4除以2等於2 好這一題結束 但到了第二小題 我要解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透過一個技巧 叫做討論去絕對值 因為我們可以去討論我們的答案有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在這裡 第二個區塊在這裡 第三個區塊在這裡 那-2的地方 我們可以一併討論 跟-2到3之間 那你說老師等到不是討論過 其實他無所謂 那另外一個是大1等於3 那在這三個區塊裡面 在這樣一個條件之下 我們就可以當作絕對值已經可以被拿掉 所以在小1-2的時候 其實x加2就是負數 所以去絕對值記得加負數 所以去絕對值記得加負數 那當然同時 x-3也是負的 所以去絕對值也是要加負數 所以去絕對值也是要加負數 所以x就等於負數 沒錯 OK好 那x等於負數有沒有符合這個條件 有 因為x小於等於負數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得到 你可以接受這個答案 它有符合原來的條件 那如果在負數到3之間的時候 其實x加2會是一個正數獲利 所以就直接不要去 加負數好就直接去掉 那1-3還是負的 所以-x再加3 等於5 那x跟負數消掉 所以得到5有沒有等於5 有欸 這很成立欸 那什麼意思 主要是這裡的所有答案 你都要吃 所以這裡也是這個答案 那大於3的話是直接去絕對值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 s加2加上s-3等於5 所以2s-1等於5 所以s就等於多少 3 沒錯 那s-3有沒有反如這個條件 有 那但是這些條件 最後答案就是在-2到3之間 所以這裡的answer 就是 我x只要夾在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3的範圍內 這一個選項的答案 都可以滿足那個等號 這裡的範圍說 s都可以滿足這個等號 OK 所以就用討論的方法去解 那當然有同學 你用三角不等式也可以 但是我們就這樣子討論解 所有的題目會方便很多 接下來看第12題 那第12題 有一個關鍵字 同學要看到 他說ab是整數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a-2也會是整數 去了絕對值 它就是正整數或0 b加1正整數或0 c-3是正整數或0 那連帶 這裡會產生3乘上一個正整數或0 加上4乘上一個正整數或0 加上一個正整數或0 加起來會等於2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等於0 因為如果你不是等於0 就是正整數 正整數乘上3之後就會 3的倍數 那如果不是0就是369 那如果要消掉一些東西 才能變成2的話 那就要加上負數 可是這裡沒有人要提供負數 所以最後這兩個都要等於0 只有它本身可以提供 一個數字叫做2 可是這個2a是絕對值之後等於2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絕對值裡面的東西要等於0 這樣絕對值之後才會等於0 所以a等於2 b等於-1 這沒有人有疑問 可是c-3的絕對值要等於2 那c有等於5或1 好清算就可以 那有沒有符合abc借位等數 有 ok這樣可以嗎 好那到第13題 這個是應該比較自制的題目 那我想 如果第一小題的話 大家應該很好解出來 它其實就是3x-2 其實瞬間去掉就是加在正負11之間 那x其實蠻好算的 就是1向乘0通知加2再除以3 所以3分之13 跟3分之9 好那比較麻煩的是在第二題跟第三題 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解決第二題 這個問題 好那這個問題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去討論絕對值 可是我想要把 我藍色圈起來這個東西 定義它叫做a 那你也可以知道a是一個絕對值 s-1 所以絕對值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它大於等於0 好那之後我們又發現 它又要滿足a-3的絕對值要小於2 所以這裡 這兩個連例之後 我們可以寫出來a會大於等於0 再配合 a-3會小於2好 那這裡我們就不客氣我就心算 因為你要到3的距離要小於2 那你本身就是要在5以內 到哪裡 到1 1到5之間 那你也可以慢慢算去絕對值 2到負2再同時加3 好那這裡 兩個連例下來 其實會取這件事情 因為a大於等於0 那1到5之間也都有大於等於0 所以最後取這個 那取這個之後就會得到s-1 絕對值要小於5 大於1 好那這裡 我不太想要分成兩個絕對值去解 我比較喜歡用數線去解這個題目 因為這件事情叫做 s-1絕對值就是你要跟1的距離 你跟我說你想要 至少要1以上5以內 所以 往右邊找1以上 5以內就是 往這邊1 往這邊1 就是1加5跟6 到6之間 那如果往左邊 1加5 跟1加5 跟1加5 就要加5 5 到5 1 所以這裡的大約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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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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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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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他 小於他 好 那第一個答案是這樣 那或 第二種可能性 那第二種可能性我換個顏色 在這個環境之下的時候 去絕對值的時候前面這裡 還是要加符號 可是欸 21加1就不用加符號了 小於8 那這邊經過整理的話 這是負 小於 所以移向過去是X 所以X要大於-5 那S要大於-5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是 一定 這個範圍一定會大於-5 所以這個時候也表示你這裡欸 你照單全收 那在大於2 3 的情況之下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大家都直接拿掉 那這裡就是5X欸 一向整理就小於多少9 所以X是小於5分之9 那X小於5分之9 跟這個大於3分之2 所以我只要把5分之9 這件事情框起來就好 所以這樣連接起來之後 我們的答案就是 從5分之-7 小於X 小於5分之9 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OK好 那這一頁咧 我們的題目也都高一段落